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炸fpv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配件在穿越机上面的使用 第一个是自拍杆 第二个是苏包背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包背夹 它有一个关节可以旋转来调整角度 螺丝和连接口是GoPro通用的 苏包背夹的夹力非常的大 只要完全夹住它应该不会掉下来的 夹子里面用了一些尺的组合来增加它的咬合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夹在遥控器的挂带上面 可以用来拍摄飞行时候的摇杆操作 而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像GoPro那个胸挂的配件 整个套在身上 那套设备对胖的人来说有点难受 特别是在夏天特别容易出汗 如果再加上那个胸带的话会更加的难受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款自拍杆 它的最长的长度可以达到2.7米 收缩收纳的时候有两个胶穿 用来固定非常的结实 也配了一个收纳袋来收纳这个自拍杆 这自拍杆鞋带也非常方便 我用的普通的摄影包已经可以放进去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生长前和生长后的长度比较 而它这么长的用处就是 当我们穿越机挂在树上的时候 可以使用它来把飞机撩下来 特别是在树枝边缘的地方 就算你爬树也爬不过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延长杆的作用就非常的有用了 可以把你的飞机救回来 无至于提供回家 这两件产品其实也不贵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穿越机的必备品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